我也希望再給他一個樣式 那怎麼給樣式呢 當然你如果第二次做的話 就不需要再新增一個CS 不是說一個樣式就一個檔案 不用啦 你就是一個檔案可以放很多樣式 所以我如果要產生第二個樣式的話 那我怎麼做 比如說針對這兩個名稱好了 做什麼樣式呢 也許我大概把那什麼 深藍色的底 淺藍色的字顏色好了 假設這樣好了 那我如果要變出這個樣式呢 目前有沒有這個樣式 在CSS裡面沒有 只有標題 你不能套用變這樣 不是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 套用一個新的 那你特別需要 請你在 CSS裡面做一個什麼 新增什麼 新增CSS規則 OK 特別需要 如果我要再新增一個 針對這個名稱 去做 一個新的樣式的話 OK 一 一樣到CSS裡面 新增 CSS規則 不要找錯 因為我發現 這東西其實真的要熟 因為很多 同學看我做一片 好像很順 奇怪自己做 好像處處都 感覺 好像 所以有時候 去旅行也是一樣 你去多少地方熟悉 你不用 閉著眼睛都會 但你 第一次去你就覺得 那個 不過我發現現在 蠻好一點 是網路上YouTube很多 很多人都會拍影片 然後呢 告訴你怎麼怎麼去那地方 那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把影片拍下來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你們以後一定會 一定會忘記 你就回去看一下影片 保證一定做得出來 如果看影片還做不出來 那就沒辦法了 好那 這邊的話呢 就是 新增規則 接下來他一樣 怎麼樣 會 編輯這個規則 有沒有 他一樣的嘛 再跳出來 那我們要先新增一個樣 一個類別 讓類別名稱 針對名稱好了 所以我這邊的話 給他一個 一個類別名稱 又叫名稱 假設啦 反正 不過特別注意 取中文取英文都可以 一般書裡面是習慣用英文 我是 為了教學方便 我們用比較大家熟悉的 名稱 他的名稱叫名稱 感覺有點 放在哪裡 特別注意 你不要說再新增一個 不用喔 記得就把他放在 幫我放裡面就好了 OK 你不要再另外再產生一個 按確定 那我要做什麼呢 針對這一個樣式 我要 字 也許24就好了 OK 然後呢 他的 顏色 假設我要是 淺一點的 藍色 底色背景 我要是比較深的 藍色 但我只是 大概的一個樣 套用一下 OK 把它確定 確定完之後 他現在 的 規則 還是在標題 我把它改成什麼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因為我剛剛已經 新增了一個 CS規則 名稱 叫做名稱 名稱叫名稱 有點繞 就是 出來了對不對 然後呢 你就把它 套用上去 好 套用看看 這時候看看有沒有OK 那我那個樣式的話是 我看一下 標題 把它改一下 改成這個 有了 OK 所以你這個時候呢 把它換一個 CS樣式 他就幫你套用上去了 OK就這樣啦 所以以後呢 你要 什麼樣式 你就是 先建立一個樣式 然後就是套用在 你要的文字上 特別之外 CSS不是只能夠用在文字喔 只要是你網頁上面看到任何東西都可以 像比較常用的什麼 按鈕有沒有 一般我們那個按鈕以前都是四四方方非常難看 可是你會發現網路上的按鈕都非常漂亮 甚至可以做的影像 或者正式做圓角有沒有 那都是用CSS做出來的 所以反正的你要把網頁變得很漂亮 可以做一些像什麼一些遊戲的話 遊戲要做那麼漂亮喔 一定要CSS 所以呢 做遊戲產業裡面 CSS樣式這個 需求 設計師一定要非常的熟 否則的話你可能做不出那個遊戲出來 有沒有有些東西 為什麼在網頁上可以做遊戲 其實背後都是靠 CSS在運作的 所以如果說你要對CSS 想要深入了解的話 我是建議你乾脆Google一下 關鍵字的話呢 叫什麼 CSS產生器 裡面的話一堆啦 可以產生這些啦 太多了 所以 這又是另外新的專業了 所以你如果可以把CSS學到一個透徹 你又是一個專業 這個跟美工比較有關係 那因為我們 目前課程跟城市比較有關係 所以 我們就不要再往下了 不然的話 這一學習光上CSS就上不完了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CSS徹底 用上的話 哇 你以後的網頁真的是 要怎麼漂亮就怎麼漂亮 所以以後你只要想到 你要讓網頁變漂亮 這件事情的話 一定要熟悉 CSS 但是CSS語法 不是每一個人都這麼厲害 可以自己從頭打到尾 所以 為什麼我教各位用這個方法 因為 這個是懶人 學的方法 因為沒有人喜歡 但書上是教你一個一個慢慢打 這個名稱 是他的key 這個名稱是他的value 有沒有key value 你要把這東西全部打上去啦 當然你會發現 那個 其實他好像也會提示 他也可以自己打上去 我記得好像這個CSS 他他也有一個 自己可以打上去的功能 不過 現在好像沒有提示 算了 反正他也可以 自己打 或者是說如果你不ok 他好像網路上 CSS產生器 也會幫你產生一些東西 你也可以看一下 甚至他產生器 裡面有這些效果 有沒有 邊框的圓角 陰影啊 什麼字形的陰影啊 等等的 當然如果你不想花太多時間 你就讓他自己幫你調一調 有沒有 調一下 下面不是有 你就把這個東西 把它複製 貼到 你可以貼的位置就好了 但是特別重要你要知道貼哪裏才是重點 我發現很多人連貼的能力都沒有 那就 沒辦法了 OK 所以你等一下找一下CSS產生器 自己踹一下好了 裡面的話請你把什麼 把字的陰影做出來好了 假設我今天陰影希望把它放在 下方這裡好了 這樣子 哇好漂亮 這能多漂亮就有多漂亮 OK 字的顏色你也可以改一下 他這邊有個調色盤 把它選一個 他這邊是可以選個顏色 陰影也可以改 你會發現這一行 就可以放在哪裡呢 特別重要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個效果 放在我們的 再跟 Dreamweaver結合在一起 有沒有發現大瓜湖 到大瓜湖 那這邊不是個點對不對 點的話就是一個類別的意思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一個點名稱嗎 他只是名稱不一樣而已 所以你其實就是可以把這一行怎麼樣 複製一下 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們的 Dreamweaver裡面這邊看看 放哪裡呢 你就是在大瓜湖裡面任何一行的位置 貼上就可以了 看一下 理論上這個Shadow的效果 就可以出現了 不確定 試一下看看 有沒有這麼厲害 你再把它重新Run一下好了 Azure你這邊的話 重新再套用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出現了 不過我不知道 是不是一定要 在那個 什麼 即時 一定要Run的 效果 對對對 剛剛把它Safe一下 把它儲存 儲存之後這一行的效果就被 套用上去了 再來的話 你就是再去這邊 跑一下 不過有的時候 可能在 設計模式 看不出來 一定要在最後的結果 最後的結果 即時按一下 看看 有沒有看到 有啦 效果出來了 即時 有沒有 即時意思說 這個是設計模式嘛 按下去就可以馬上看出效果 不過因為 我是隨便做一下 但是馬上就有了 有沒有 所以又開了一扇窗了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這麼多 所以 我們期末 你們的 作業的應該會蠻精彩的 不過這東西後面真的要自己玩啦 因為 我只是幫各位開個頭啦 後面 就要怎麼變 有的時候除了你要會之外 真的還要有那個美學 就是美感 有的人 奇怪 工程師真的是 不能做美 美工 因為他做出來怎麼樣就覺得 你怎麼會弄得這麼醜 為什麼你可以把一個東西 弄得這麼 感覺就毫無質感 OK 所以如果你要讓那個質感提升的話 我剛剛只是做一個 CSS產生器 這邊就有一堆啦 當然還有啦 你看底下這麼多啦 這麼多這麼多 自己在爬圍一下 這邊還有啦 有沒有 還有超過100種 這麼多這麼多這麼多 這麼多 好多 光玩這些 你可能玩不玩 所以 下個禮拜如果沒有上課的話 就可以在家裡 把那個CSS稍微了解一下 畫面先還給 那再來 最後 我們 做完之後 我如果希望 這個也把它套用一下 假設我今天 即時按下去 這邊把它恢復 這個也把它套用名稱好了 OK 那所以我們也會有 一個 這個是標題 這個是名稱 的一個 CSS 所以有兩個 所以CSS 這個是類別 這個是名稱 大瓜糊 它的結構應該知道啦 以後如果你從 網路上抄過來的東西 就貼到這邊來 就OK了 最後記得把它儲存 那如果要看到效果 一定要按即時 好 那我們做好這個效果之後呢 不過目前他還是 是在Dreamweaver的環境下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它搬到 什麼呢 這個東西 要搬到哪裡呢 複製一下 你可以把它搬到哪裡呢 搬到我們的 Eclipse的 CS有沒有按右鍵 可以把它怎麼樣 貼上就好了 複製貼上我看一下 應該OK啦 有沒有發現 進過來了 這樣有沒有 了解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不過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那為什麼你不乾脆直接 再把這個當成網站的目錄嗎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網站目錄直接指向他 直接就過來啦 連 複製貼上都不用 不過我是覺得 好像也還好啦 複製貼 除了這一招之外 我比較習慣是另外一招 就是說 如果我要把它拿過來的話 我的習慣是用陀拉的 有沒有 這個CSS 然後要把它放在這個 Jungle裡面的話 因為Eclipse還支援那個 拖拉 放開 CSS過來 你把它點兩下 應該他也會 在 我們的那個 Eclipse 直接把 他怎麼又開那個 他可能外部 那個 好像他會自己外部去開 反正沒關係就開起來 或者按右鍵 OpenWiz 用Test 用文字開啦 這個都過來了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待會要講什麼 就是 CSS過來之後 怎麼再跟 Halo4 結合在一起 因為Halo4 之前只有一張圖 我們一樣有 LowStatic 把這個圖加進來 但是問題是 我CSS怎麼也把它 Low進來 兩個結合在一起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就是 CSS 你就再新增一個 特別注意喔 請你 在哪裡呢 如果你要再新增一個 在 下方 有一個什麼 新增 CSS規則 有嗎 我說 你們剛剛 試一下那個Jungle 按那個下方 下方新增 CSS規則按編輯就可以了 他就會跳出來 試一下 反正這個環境 我是覺得多按 多 做幾次 就熟了 以後 我是提供給各位一個 簡便了解 CSS方法 一般書裡面 他買回來 他就告訴你說 要照著打 也是可以做得出來 只是很辛苦 全部做完可能就花很多力氣 而且最後打完還忘記了 這個方法是完全不會忘 也不用記 你只要記流程 記方法 記 使用工具 大概就夠了 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要延伸 希望讓你的網頁 變得非常漂亮的話 你可以在網路上 找那個 CSS產生器 有太多的 他可以幫你產生 那你就把那個 產生的那一段程式 貼到那個上面去 就OK了 所以這個擴充性 真的非常的大 以後呢 網頁就不是 只是說 這也很陽春的版本 但是我們重點應該 不是在那個美工 未來你大概知道 你以後 在練習的時候 也不需要 把 網頁做的 太美 太美 美麟美奂 大概就先 待會我們就是要再把那個 CSS 跟那個Jungle 把他結合在一起 OK